要挖深一点哦 沙滩上挖出一个个坑洞 七千棵海岸树苗一起被种下 民众一加三带欢喜响应 我们永续的发展的空间 我们必须要来种树 再不种树真的来不及了 根据台南市统计 过去的五十年七股海岸 往内缩减一公里 南区的黄金海岸 二十年来也缩了三十公尺 因此台南连续两年 计划性海岸造林 从最外围的东京局 到我们的黄景 到里面的潮海桶 逐渐地来推广这一个海岸造林 希望能把我们这个美丽的海岸线 能保护住 但沙滩环境恶劣 植物存活不易 因此民间团体捐出 专利的保水容器 这个是有专利的 这样子 天然雨水或是我们人浇水 它可以暂时留在那里 然后借由那个红析的原理 慢慢再让树根一直有水可以喝 这样子 这个容器又很环保 因为它大概两三年后 它就会自己分解掉了 因为它就是纸的嘛 原来这个容器能储水 内含毛线能拔水往植物的根部送 让植物生长出奇 水源不匮乏 期待这七千棵的海岸植物 能抓稳沙土 成为保护海岸的第一道防线 大爱新闻陈一真 陈立伟台南报导